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首先人要了解自我 了解因果 了解人间的一切现象 你要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发生的现象 一切的事情 就是一个让你明心见性的过程 你们大家想想如果没有这些 你怎么明心见性 人生怎么样来明心见性 就是碰到不同的事情 哦明白了 那明白了 心叫明心 这件事情可以做 那件事情不能做 见到自己本心了吧 我要凭良心做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有本心了 就出来了 菩萨不能去害为别人的 我们学佛人哦 那是不是见到本心了 所以在人间的一切现象 其实是一个自我了解自心的过程 自己的心 你到底是喜欢占人家便宜 还是你愿意做什么 这本身就是一个了解的过程 所以明心见性就是看见自己的佛性 一个人要看见自己的佛性 你就成功了 如果碰见一件事情 妈妈爸爸怎么对你不好 你心想我们是孩子 我们不要跟爸爸妈妈怎么样 那你这个孩子就说明 你有本性 你有良心 你就明心见性 因为你知道养育之恩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少参与 我们要保持自己内心的清静自在 你们想想看这个世界上了 从家里打到社会啊 你看看在哪个地方 人不是搞来搞去啊 你要是哪个事情 你都不卖账 你到了最后 你是什么结果啊 很可怜的呀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这些道理 不管做什么事情 内心要清静自在 转化欲望 你们要记住这四个字 转化欲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欲望 比方说我今天想多拿一点 我今天想多得一点 我看见人家得了 我心里难受 我一定也要多拿一点 好 那你一会儿就会撑了 就会恨了 一会儿就会难受了 因为别人比你拿得多 你看到了 你很难过 如果你能转化欲望 你就觉得 我拿到的不知道 比他多多少了 你拿自己好的 得到的东西 来跟人家不好的比 你心里就会平衡 你总是拿自己 欠缺的东西 得不到的东西 去跟人家 已经得到的东西比 那你永远 是在痛苦当中 所以学佛做人 要知道要离开痛苦 就是离开欲望 一个人不懂得离开欲望 那你就不能转化欲望 你就会失去生命的 智慧的绝照 绝就是感觉的绝 照就是照耀 你想一想一个人 如果有欲望的话 你的智慧会没有的 我要这个 我不开心 因为他得到了 因为谁谁谁怎么好 谁谁谁怎么不好 你整天在这种欲望当中 你会很难过 所以很多人在郁闷当中 在郁闷当中 感觉自己的灵魂 我的灵魂慢慢失去了 我找不到方向了 我告诉你 找不到方向的人 就会郁闷 郁闷的人就是 找不到方向 忧郁症的人 你告诉我有方向吗 他不知道干什么 他整天都觉得别人在欺负他 在嫉妒他 在痛苦当中 你说他能不忧郁吗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忧郁 你一定是在郁闷 如果你感觉自己灵魂失去了 我最近不知道做什么了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就是失去了绝照 就是智慧的绝照 因为你失去了 菩萨给你的观照 那么为什么会失去菩萨 对你的观照呢 因为你欲望太多 什么都要 是不是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了 当你一旦耳朵听不见佛音了 你不想听了 你不觉得听不见了吗 眼睛被虚无假象蒙蔽 就是眼睛好像 这个很好我得到了 那个很好我得到了 实际上都是一种虚无的假象 你在单位里 你做一个领导了 做一个老板了 你开心得不得了 你能做多少时间呢 你这个换来换去的呀 世界上一切都会换来换去的呀 所以一个人 不要被你眼前的 好像我永远会怎么管理下去 我永远会怎么样 我永远会美丽下去 很多女孩子长出来 长得蛮好看的 你永远是这个脸吗 你看看很多老妈妈的脸 现在老了 但是从她的脸上 还看得出她青春的年华 她正在虚度年华 要学佛 不学佛就叫虚度年华 所以听师父的话 你要领悟佛法的光芒 你要看见佛法的光芒 那就是什么 一切都是虚幻的 它会一直会延续下去 也就是说 你今天拥有的东西可以没有 但是你没有的东西 以后也会有 但是这个不是求来的 也不是偷来抢来的 是你自己修行修来的 你看很多人不跟人家争 什么都有了 很多人天天争 争到后来 都轮不到他 你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单位里两个人争来争去 争来争去 你跑到领导面前去讲他不好 他跑到领导面前去讲他不好 最后领导说你们两个都不是东西 因为领导掌握了你们两个不好的东西 因为你讲他是事实 他讲你也是事实 最后领导就不会让你们两个上 找一个平时不讲话的 老老实实在那里 来 你做处长吧 现在听懂了吗 争斗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除了给你带来精神疲劳 心灵创伤 还能带来什么 带来白头发 带来吃不好 睡不好 很多人带着希望 带着梦想来到了这个世界 也有人带着眼泪 最后带着悲伤 离开了这个说破世界 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来无常 去无常 快得不得了 有什么用啊 所以就是告诉你们 在这个世界上 不修行的人 你就会时常的幻想 有欲望 修行的人知道欲望是空的 是假的 是没有的 但是不修行的人 就会整天在想 我发财了 我中六合财了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在人间 到了最后不学佛 欲望达不到 就很痛苦 承受着失去的痛苦 我相信你们每个人 都承受过失去的痛苦 有的人失去了钱财 有的人失去了亲人 有的人失去了工作 还有的人 失去你喜欢的人 爱你的人 失去了你的房子 或者失去了你的一切 你想想看 是不是你有痛苦 因为它会消失的了 所以不学佛 你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你永远动着小脑筋 想着自己的事情 你永远不能为别人想 你永远不是一个 替众生考虑的好人 所以活在自己的 微尘世界当中 虚无缥缈啊 想一想你们生过病没有 我相信每个人都生过病 你们躺在院里的时候 你看着天花板上 你想过什么吗 你想过哪一天 你也是这么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上 你拥有了什么 你连家都没了 想一想啊 人多可怜啊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根本无法自救的 一件事情发生了 你们告诉我 你们有什么办法 把自己救出来啊 你不靠菩萨 你不好好的念经 你能自救吗 最终在要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得不到任何的名誉 没有地位 没有钱财 也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更没有现在 你说一个人死的话 有没有未来 没有了吧 一个人死掉之后 有过去的吗 没有了吧 一个人死掉之后 现在还有了吗 现在有家 有钱 有房子 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金刚经 告诉你们的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讲了半天 有什么用啊 讲了半天 你拥有什么啊 很可怜啊 为了一句话 难受半天 为了一件事情 我想不通 希望你们要学会啊 怎么样来改变自己 对啊 对啊 是啊 有什么人死定了 我们来说 li脑子 别人死定了 您 那